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1號星期一 歡迎大家參加王劍每日觀察直播一的節目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中共全面封殺自媒體 文革2.0來臨 那麼我們先講新聞 1月29號中央網信辦召開全國網信系統規範網絡傳播秩序 工作視頻會議 研究部署規範全平台 網絡傳播秩序工作 中宣部副部長網信辦的主任 莊榮文沒有參加會議但是他做批示 這個莊榮文也敢做批示了現在 可見他的權力很大 他這麼說他這個話還是很重要的 他說今年是中共成立100週年也是十四五開局之年維持維護好網絡傳播秩序 確保網絡空間正能量充沛 主旋律高昂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 重中之重是抓好 過程管理 和行為管理 不管什麼性質的平台不論什麼傳播形式 都要把堅持正確政治方向 輿論導向和價值取向放在首要地 位置 抓住稿源這個基礎堅決關後門 嚴管 違規制裁違規轉載等突出問題 重點來了 要把自媒體的規範管理作為突出任務 加大對違法違規帳號 和所在平台的處置處罰力度 讓監管長牙齒 讓違規主體長記性 要抓住流量入口這個關鍵緊盯重要平台 主動發現新平台 新應用暴露出來的風險隱患確保 規範管理全覆蓋無死角 各地 各網站要主動承擔起網絡傳播秩序規範管理的責任 這次會議呢北京網信辦上海網信辦 廣東網信辦的負責人 央視網澎湃新聞 騰訊 新浪 Bilibili 鬥魚直播做了發言 然後是 中央新聞網站 中央新聞單位新聞媒體部門 地方新聞網站負責人 商業網站應用程序瀏覽器 微博客 音視頻 網絡直播搜索引擎 即時通訊工具 論壇貼吧信息分享 公眾賬號平台 等各個商業網站負責人 各個省 自治區直轄市 計劃單列市網信辦負責人出席的會議 基本上全覆蓋了 全覆蓋了 那麼關於這個網絡輿情管理習近平做過最新做過一個指示 指示 這個指示是怎麼說呢 還是順口溜習近平出來的東西是順口溜文革風 文革風 正能量是總要求 管得住 是硬道理 用得好 是真本事 這像不像那個大佬的那種 然後這個網信辦的主任叫 莊榮文莊榮文是1961年出生 福建泉州人 89年畢業於 河海大學水利系 他的工作經歷主要是長期在福建工作基本上是 應該是習近平從福建帶出來的幹部 10年去了僑辦 做科技司司長 然後14年做僑辦副主任 然後15年就 做了網信辦的副主任 18年就做了 中宣部副部長然後是新聞出版署的署長 18年的7月回來繼續當網信辦的主任 網信辦是在 在莊榮文手上 做大做強 做大做強 他應該是習近平的一個嫡系 那麼這次會議的重點其實就是自媒體 自媒體 那麼受影響的是誰呢 當然是微信 首先是微信 微信公眾號 微信發朋友圈 微信群都會受到影響這第1個 既然他是 播出嘛播出只要你新聞發布 新聞轉載新聞評論都算 然後是微微博微博是社交媒體那所有用戶都受影響 頭條新聞 頭條新聞的頭條號 還有是知乎然後是這些平台的所有的 互動平台社交平台的用戶 都受影響 那麼自媒體講的是什麼?自媒體英文叫Self Media 或者是We Media 它是在Web 2.0的環境下那麼最早是博客 然後是共享協作平台 最後發展到是社交平台興起 然後每個人都具有媒體的地位 也具有傳播的功能就我們每個人就像我我在這個YouTube上面做視頻這就是 自媒體 自媒體當然它是相對於這個傳統媒體的一個表述 那麼也就是說具有傳統媒體的功能 但不具有傳統媒體的運作架構和個人網絡行為 的個人網絡行為 你比如說我在這裡做節目 那其實我們呈現出來的這個 這個形態和一個傳統媒體呈現出來的形態 沒有本質的區別是一樣的 但是我只有一個人 一個媒體一個電視台那後面有整個的架構 這不一樣 也就是說 自媒體是私人化 平民化 自主化的一種傳播 那麼 美國新聞學學會的媒體中心2003年出版的We Media 研究報告 對這個自媒體做了一個定義這個定義 是普通大眾 經由數字科技強化與全球知識體系 相連之後 一種開始理解普通大眾如何提供 和分享他們本身事實 他們本身 的新聞途徑 這有點拗口 但的確非常準確 自媒體的特點是三個 為什麼中共要對付自媒體 第一 自然人 全部都是自然人 這是第1個特點第2個 自由發揮 沒人約束他 他想怎麼說就怎麼說 自由發揮 第3個去中心化 雖然他在平台上 那是個中心但是他的行為不受中心化的影響 雖然平台會對他有約束 但其實是在去中心化 那麼中共一直把這個自媒體看作巨大的威脅 為什麼 因為自媒體對直接衝擊了中共的輿論疑慮 輿論疑慮是中共的宣傳模式 宣傳模式其中 中共的宣傳工具 是他的洗腦工程的一部分 當然也是洗腦工程的核心部分 他有個非常重要的規則 是什麼 只能有一個聲音 那自媒體產生了巨大的不同的聲音那怎麼辦 那就要打擊他 打擊自媒體從誰開始 從習近平開始 當然其實很早這個 胡錦濤也做很多 胡錦濤發明了和諧 和諧社會 和諧社會用和諧方式把你幹掉 胡錦濤發明和諧社會但是 真正的 對自媒體全面下手 是習近平 習近平是從2013年 開始打擊全面打擊什麼呢 微博上的大V 這個標誌性的赤劍 就是薛蠻子 薛蠻子是他的 微博的這個微博名他本名叫薛碧群 薛碧群 8月23號 抓 抓了他 然後是這個嫖娼然後去中央電視台 認罪懺悔 這是一個標誌事件 然後就開始 有系統的打擊微博上面的 所有的 跟公眾事件有關的大V 基本上 大概用了一兩年時間就在2015年之後就 其實微博上面已經沒有大V沒有實施大V 這我們講的大V 通常講的是實施 或者我們叫公共知識分子 其中有一個人是誰 任志強 任志強的賬號就給封掉了 那他現在怎麼下手呢我們就具體看一下 這次會議之後 然後就開始出現什麼情況 微星公眾號 搜狐號 百家號,百家號就是百度的 搜狐號就是搜狐的 然後是頭條號,頭條新聞的這個 社交媒體 其實 所有的主流的媒體 網絡媒體,我講的是網絡媒體 他們都有社交平台 每一個社交平台,當然主要的社交平台是兩個,一個是微信,一個是微博 那麼現在是什麼呢,就是 他們就陸續收到通知 這些 大V就開始收到通知,要求 要求他們 直接打電話 要求未取得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的賬號 不得發布 時政類的新聞 那麼微信 發了個通知 叫關於公眾賬號從事 互聯網新聞信息發布需要資質的提醒 他通知是這麼說,他說你好 發給別人通知,曬出來 根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 互聯網新聞 信息服務管理規定 互聯網用戶公眾賬號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等法律規定要求 公眾賬號向社會公眾提供互聯網 信息服務 新聞信息服務 應當取得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等相關媒體資質 如你的賬號後續計劃從事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請儘快完成資質材料整理 並通過平台完成資質報備 發郵送微信 MP QQ.com 然後註明 關於補充公眾賬號新聞資質的材料 如你的賬號不具備有關資質 建議不要採編發布 評論解讀 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領域及重大突發事件 等相關信息內容 避免違反相關法律 法規和平台運營規範對後續創作發布造成不便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你的公眾號不具備資質 就不能 採編 發布新聞 也不允許 轉發 評論 解讀 分析 分析什麼呢 政治 經濟 軍事 外交和重大新聞的內容 都不允許 都違反規定 簡單的說 簡單的說就是 離開新聞領域 不要碰新聞 新聞就 我全部壟斷了 為什麼呢 什麼意思呢 就基本上把所有的跟時事跟新聞有關的所有的自媒體全部封殺掉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能夠獲得這個資質 那麼2005年中國出了什麼 互聯網信息 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這裡面規定是什麼呢規定就是之前規定是所有的新聞類的 網站 你要做新聞類的網站 那你就要 服從這個規定 到了2017年在公佈互聯網新聞信息管理規定的 新的規定 新的規定從 第1章第2條 就規定 新聞信息主要包括什麼呢 政治 經濟 軍事外交等社會公眾事務的 報導 評論 以及有關社會突發事件的報導評論 微信講你的帳號沒有這個資字就不要發布 什麼意思呢 因為 沒有任何一個自媒體 能夠獲得這個資質 我講講這個資質怎麼來你就知道為什麼他 無法獲得 網信辦 中國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事 事項服務指南申請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 需要滿足以下條件 六個條件 第1 在中國境內依法設立的法人 那你上來就是一個法人 那麼法人基本上 就是一個 機構了 自然人是不行的了 所以所有的 一上來第1條 所有的自媒體全部滅掉 好 如果 如果你還想說你聽下去 主要負責人總編輯是中國公民 這是第2條第3 有與服務相適應的專職新聞編輯人員 內容審核人員 和技術保障人員 四有健全的新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制度 五有健全的 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和安全可控的 技術保障措施 六 有與服務相適應的場所設施和資金 然後申請互聯網信息裁編 發布許可證的 應當是新聞單位 或 新聞宣傳部門 主管的單位 那你沒有一個是新聞單位 任何組織不得設立中外合資經營 中外合作經營 外資經營的互聯網信息服務 單位 所以那些像莫多克 天天夢想的進入中國市場的這些新聞單位你就 就滅了吧 斷了念想 我估計 莫多克已經斷了念想 而在申請互聯網新聞信息採編服務許可證的過程中 除了需要提供能證明上述條件的材料 同時還需要提交 該單位或控股方為新聞單位的證明 或其主管單位為新聞宣傳部門的證明 以及該主管單位的意見 所以 所有的 想做新聞跟新聞有關 的自媒體 全滅 為什麼因為他們都沒有自治 無法申請自治 然後我們今天看到一個復旦大學 中文系的教授叫嚴峰他有500萬的粉絲 他就發了個微博帖子後來這個微博帖子給刪掉 你就可以看到 中國的自媒體 遇到了什麼情況 他這個帖子這麼說 他說接到一個通知 接到一個電話通知 通知我以後個人賬戶不得轉發發布轉載 不得發布轉載 時政類新聞 我當時表示服從 我當然表示服從 我的微博早就風花雪月 數碼產品電子遊戲虛擬現實 樸素一餐 就是有一點不大清楚 我可以轉發轉載這個不得發布 時事時政類的新聞的通知嗎 然後馬上這個出來彈出一個框 這個微博不存在 我也一直搞不清楚 我一個中文系教授數碼博主 新浪怎麼一直把我放到時政類了 時政類呢 之前向新浪反映過毫無結果趁這個機會再申請一下 快把我調回原來的地方吧 教育或者讀書都可以 但是其實嚴峰不是前鋒原來是 他變成大V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在風花雪月是因為他對時事的很多的評論 那麼我在微博上我也是關注他的 所以大家知道微博其實 去年已經開始下手 去年開始下手 那麼去年8月6號 新浪微博發布了一個關於微博 對自媒體及其他普通賬號 違規採編發布轉載 互聯網新聞信息進行整治的公告 那麼根據這個集中整治的要求新浪微博開展 整治平台自媒體賬號突出問題 專項行動 這個專項行動中 新浪微博對平台內 發布違規踩編轉載新浪 互聯網新聞信息 散布假新聞宣揚仇恨散布極端觀點 惡意營銷的賬號集中 集中清理 那麼 第3批這已經是第3批的 關閉禁言3號 總共有多少了10萬個 總共是10天時間 百萬級粉絲以上的賬號37個 100萬到10萬個粉絲40個 10萬級10萬粉絲到1萬粉絲的18個 那麼 然後他就提出來就說 新浪微博制定了關於自媒體及其他賬號違規踩編轉發 互聯網新聞信息的管理要求 4點 第1個 自媒體和普通賬號不得在賬號信息內使用 新聞傳媒 時政曝光及其同一詞的 容易使人將非媒體賬號誤認為正規新聞機構 或從業人員的文字和內容 2 此類容易被他人誤解為新聞機構或從業人員的賬號 應更改賬號信息 消除誤解 應當更正 但拒絕更正 或者其他違規行為將被修改賬號信息禁言甚至關閉賬號 未取得 互聯網信息 新聞信息採編發布資格的賬號 不得採編發布新聞信息 不得違規聚合轉載 轉載都不行 轉載社會時政新聞 存在以上違規採編新聞信息 應停止違規行為然後 將會被 拒不停止違規行為的 將被禁言或者關閉賬號 當然我的賬號早就 早就被禁言了 7月30號到8月5號 專項整治 專項整治封閉了發現違規行為賬號69個關閉65個 禁言4個 這是微博 微博是中國最大的社交媒體 那麼他其實在去年8月份已經開始進行這方面的動作了 那麼 到了9月份中央網信辦又開始 開始搞了一個行動 叫交叉整治 交叉整治 北京網信辦對廣東UC瀏覽器 虎牙微信平台進行督查 然後 廣東網信辦檢查上海的小紅書 去頭條B站 然後上海網信辦對北京的新浪快手 今日頭條進行督查 那麼總共清理 違規信息600萬條 處置違規賬號 559萬個 凍結殭屍賬號92.8萬個,處置百萬級粉絲以上的賬號 169個 從應用商店移出無新聞自製應用軟件7萬2000款 依法處置 違法 直播平台 338款 大概就是這樣 那麼現在的就是 也就是說 從 我們看一下 從 1月29號開始,動手,那麼現在 現在就是全平台 就是所有 社交媒體 平台 上的自媒體 都已經開始 全面的行動了 那麼這次行動呢,第1 全面封殺 和新聞有關的自媒體 不得碰新聞 只能風花雪月 這是第1個,第2個 中共呢就等於全面佔領了 社交媒體平台 網絡全面晉升的時代就來臨了 再也沒有為民請命 真貶實幣的 大V 小V 任何聲音都沒有了 這一下子全部晉升了 那麼第3,習近平時代 中國的輿論的環境 就回到了 文革時代了 中共恢復了 中共現在就在 傳統媒體領域就不用說了,傳統媒體已經 完全已經沒有任何 不是宣傳系統的 傳統媒體 已經全部消滅掉了 然後現在就是互聯網 互聯網 也全部消滅掉 任何的 除了這個 中共的宣傳機構以外 再也沒有其他的 新聞的聲音了,那就恢復了 鐵桶式的 輿論控制的時代 這是第3個,第4個 中國有個古訊 古訊叫什麼呢,叫防民之口勝於防川 防川 就是等於就是你這個動作等於把所有人的嘴巴 全部封起來 那這個小學博士當然 他就沒有讀過了,雖然他讀過很多書 但他肯定沒有讀過 防民之口勝於防川這句話 把人民的口封閉住 背景當然是背後當然是暴力 但是這個行為有非常嚴重的後果 這嚴重的後果是什麼 看上去風平浪靜 歌舞升平 但是裡面的這個壓力就不斷的在上升,但這個上升的壓力你不知道 因為你沒有出口 那麼總有一天 什麼做的這個壓力鍋,這個壓力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什麼材質做的這個壓力鍋 都會爆炸 這叫什麼 這就叫倒行逆施 或者叫什麼 叫世界潮流的反動 基本上就是一個這樣的行為 這個行為我認為是 他會在政治上付出巨大的代價 你短期之內看不到,你一下子就會你看 一下子聲音全部都沒有了 只有一個聲音 就是來自中共的這個宣傳機器的聲音 只有一個聲音 其他聲音全部都沒有 那麼只剩下了這個聲音,那麼在這個聲音當中 他們就開始挑剔 會挑剔這些聲音當中哪些聲音 說的不夠極端 讚美不夠聲音不夠大 不夠極端 這個情況就 慢慢的會越來越嚴重 那麼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後果 非常嚴重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向大家報告 那麼 中共開始全面的禁言 自媒體 自媒體從現在開始 他們只能說什麼 吃了頓飯啊 有什麼新手機啊 只能說這些了 其他都不能再說了 什麼拆遷啊 什麼弱勢群體啊 什麼小哥啊,外送小哥,電動車被沒收啊等等 這些 再也沒有人能夠為 為老百姓 請命的了 這是個非常 這是個非常可怕的場景 這種可怕的場景終於來了 這個其實不意外 我在去年的10到11月份 我們做過一個 做過一個 相類似的這種專題 但是當時 當時其實是開始在抓,但是沒有像今天這樣全部 全封掉 今天是基本上全部封掉了 好,那麼我們今天的主題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面就進入互動,進入互動之前,溫馨提示 請大家點贊,請新來的網友訂閱,請大家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做更好的節目 那麼進入互動之後,請大家不要聊天 四個 情況、問題、觀點、情緒 好嗎 這是一個 讓人很傷感的一個 新聞 因為中國大陸的輿論環境終於 我們之前 的一個判斷,一個分析,它終於發生了 看看今天大家有什麼 有什麼高見 鳴謝 謝謝 情緒 全面封殺自媒體就如同當代網絡版的焚書坑儒 是一個王朝從頂峰跌落的開始 同一個聲音,用一個夢想,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比比誰的命長了 很慶幸自己還能 聽王舌講評 咱們是隔岸官活者 焚書坑儒 很準確 就是現代版的,網絡版的焚書坑儒 觀點,現在中國國內非常像二戰前的日本 一 對內消滅一己 只允許一個聲音,二 無視國際規則,三 鼓動民族主義,敵視他國 四 擴軍備戰,窮兵獨舞 五 認為自己的工業和軍事足以挑戰世界 你知道二戰之前日本有多少艘航母嗎 中國現在有多少艘航母嗎 中國現在的軍備肯定不如二戰前日本的軍備 我是說直接相比的水平也不如 所以 這些行為是很像,但是實力還是差很遠 你要知道日本那個時候 他真的能打垮 他真的有能力,以當時日本的 海軍實力 他有能力打垮 美軍的太平洋艦隊的 你現在中國的軍隊能打垮美軍太平洋艦隊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那差距是非常的巨大 我覺得中國現在是像日本,二戰前的日本,但是日本 中國現在的實力 二戰前的日本 無論是國力 還是社會發展水平 還是軍事實力 和二戰前的日本 都不可能相提並論 情緒很喜歡王老師的節目,今天也是第1次發言 前兩天德國衛生部長還說歡迎俄羅斯和中國的疫苗 只要有效,不管哪個國家都可以 今天德國Focus就爆出來,中國疫苗造假 中國80人被捕 心裡真的不是滋味 看到這兩條新聞,有Focus報導的新聞 一言難尽,你帶入感了 你真的不能代表他中國 中共 我也看到了這條新聞,這條新聞我已經 我可以唸給大家聽一下,既然你已經說到了 我看到了這條新聞 這條新聞是這樣 據新華社 報導,按照 公安部統一部署 江蘇 北京 山東等地公安機關最近破獲一起 特大製甲 甲新冠疫苗案件 打掉 造假窩點 斬斷犯罪鏈條,抓獲犯罪嫌疑人80餘名 現場查扣 假新冠疫苗 3000餘支 怎麼可能3000餘支 80個人 才查獲了3000餘支 我相信 我相信3000餘萬支差不多 3000餘支幹什麼,80人搞了3000餘支假疫苗 那一人才搞多少 一人搞40條,40個 這不是瘋了嗎 所以這肯定是假的,這部分肯定是假的 抓了80個人 他只照了3000餘支,然後呢9月份以來 從去年9月份以來 犯罪嫌疑人孔某為了牟利 向這個浴冠 注射 注射生理鹽水 加工製造 假的新冠疫苗,層層加價銷售 那麼目前孔某等製甲的假新冠疫苗流向均已查明 就是這樣的新聞 也就是說 你看 這件事情發生在江蘇 北京 山東,這三個地方都發生了 他說只查到3000多支 這是一條有假內容的 新聞 所以大家要小心,中國已經發現了假疫苗 你說這是一個什麼國家,你說說看 情況,我在B站做相關視頻,從 不到半年前審核就已經逐漸 開始越來越嚴格,這個公告就是切香腸的最後一刀 非常正確 觀點,從習的舉動 聯想到 崇尚集權 社會倒退 恢復個人崇拜 總之物極比反 情緒,聽到這個新聞 新聞心裡毫無波瀾 甚至還有點高興 中共這麼搞下去,除了極少數有獨立思想 以外 大部分人的思想要被控制了 而世界是不斷的發展 封閉 封閉的思想只會讓這個國家越來越 在不同的領域越來越落後 等某一天洋強洋炮打進來 中共也就到頭了,歷史是個圈啊 情況,這幾天看到很多五毛賬號在哀嚎 因為新規定出來,他們就不能繼續講實證 他們可能滿以為自己是 舔的會被支持 結果仍然是被捶 我是看到,我也看到 看到了一些,原來以為他 既然我是 我是支持 支持當局的,那我應該可以講吧 都不能講,一起全滅 叫什麼 叫覆蓋 覆蓋性 就是炮火覆蓋 這一平方公里 一個火箭炮,覆蓋一平方公里,什麼意思 這一平方公里範圍之內 寸草不生,不管你是誰 你是自己人還是不是自己人,全部滅掉 情況,平時也經常看APP,對於時政基本直接奔評論區,現在 在 網易評論區正在整改 不過無所謂了,對於知道真相的人,再多宣傳對我也無效 觀點 越是管,越說明中共內心的恐懼 外界網絡大咖和牆內的明白人不會讓他得逞 越管越有人翻牆 情況,近幾年中共對付不合他們意思的民間 KOL的方法 主要就是一個 學字哈佛 既對真相進行操控 就是當一個事件發生後 其實官方一開始就掌控了所有的信息 但他們先放出一部分信息進行誤導 很多公知會被引導引誘後根據誤導信息批評 然後逐步放出全部信息 實現反轉 多次以後這些人就變得如同小丑一般 再說什麼就會被人嘲笑 這就是 這就是信息管控的一種新模式 比如說 一件事情出來123456有六個信息 那麼有六個信息呢 只放出來三個信息 這三個信息跟後面的完整的信息是相對立的 相對立的 放出來之後就讓你評 評了之後呢他一次性把其他的信息全放出來 那你之前評的 評論的 就像網友說的一樣就像小丑一般 反轉了 反轉了之後 然後五毛就衝上來 嘲笑你 你沒辦法反抗 就是這樣 這就是一種信息戰的一種手法 這種手法 中共在這個領域投入了大量的資源他在做這個做這個動作 觀點小學生主席只會動用蠻力來處理問題 未來經濟崩潰 可能性越來越大 觀點 我覺得風調是好事 越滿則虧 水滿則意 他以為他什麼都能做到 自由的那一天就會加速到來 總加速師真不是白給的 情緒給媳婦試著放了一下王老師的節目 放的是疫苗免費那一期講到 習新年自辭那段情緒還算正常 只是他說 只是 說 他講這個不怕喝茶嗎 放後半段節目講全世界疫苗都免費只有中國收費 他突然激動起來 說國家收費自由道理 中國那麼 不好 你還呆著幹啥 我說你覺得說的有不對的可以反駁 然後他就還是很激動 一直說你怎麼知道 你看的就是真的 我媳婦不是黨員也不在體制內感覺中國人真的 真正的覺醒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觀點風殺自媒體控制輿論 就像壓力鍋連個泄壓閥都沒了剩下的只有爆炸非常正確 觀點這麼長的歷史中國人走不出 奴才變皇帝來壓迫別的奴才才知道新的奴才推到皇帝來繼續 惡性循環不知道這個民族什麼時候能夠結束苦難 情緒 鐵桶國 科技第一 封鎖過濾技術全球第一 監控滲透技術全宇宙第一 情緒十幾年前 我大學畢業後來到英國深造 並工作 在幾年前獲得永久居留 作為家中獨生女 我一直沒有下決心 加入英國國籍感謝王先生的節目讓我看清楚中國人的 中共的面目 終於下定決心並且計劃把父母接過來安享晚年 恭喜你 非常正確的決定 提問怎樣的媒體才算赤匪自己的媒體 大陸媒體零零種種一般民眾根本無法分清 請王老師可否指出 赤匪的媒體 有哪些最明顯一致的特徵 我可以跟你講 你現在看到的所有的 在中國 正常 發行 傳播 上載能正常運行的媒體 全部都是 中共媒體 和中共控制的媒體 這裡面有兩個兩種 一種叫 屬於他們自己的宣傳機構的媒體 你比如說人民日報新華社 中興社 這些媒體 這是中國官辦 中共 自己辦的媒體 這是一類 另外還有一類 像什麼呢 像網易啊新浪啊 微博啊微信啊 這些什麼這些網絡媒體 這些網絡媒體 屬於什麼呢 屬於被中共控制的媒體 他所有權並不是在中共 所有權在投資者 你說新浪 新浪他在海外上 我印象中好像在納斯達哥上市 納斯達哥上市應該是 他很多投資者有很多美國的投資很多 機構投資者 他的老闆不是中共 但是 他做的事情 和官方媒體有不同 但是 他受中共 控制 他不能夠 不能超過那條線 你說新浪也好 微信也好 都是這樣 所以在 在中國你其實就中共是中國現在只剩下這兩類媒體 那已經沒有為民請命的媒體了 如果你要說他有什麼基本的明顯的特徵 你就看他 底下的介紹 底下的介紹什麼機關報啊這些全部都是 中共自己的媒體 然後像網絡這些 網易啊這些 大概搜一下都應該知道啊他只要上市在海外上市的這些 大部分在國內的這些網絡 非中共體系的網絡媒體 都在海外上市 沒有上市的已經出不來了 觀點習近平這個做法應該是因為現在各個國家 對中國國內的輿論環境了解越來越深入 微博上面的新聞現在幾乎是第一時間就撞到推特上 所以哪怕是五毛的表演 都成了海外媒體嘲笑中共的材料 所以隨著內外壓力的增大習近平把所有言論出口堵住 這個操作一點也不意外 情緒時隔一年依稀記的李文亮醫生去世那天夜里 微博上的不眠職業 悲憤還看到那麼多同樣的感受的評論 然後第二天一早 所有的痕跡都被抹去 留下的是沉默 和不明所以剛起床的網友 牆內朋友勸我樂觀點說重點是知道自己的底線是什麼 我卻想說身在泥潭你只會不自覺的降低自己的底線 直到完全沒有底線為止 得過且過我實在不想這樣 這很多網友的心態 心生 觀點其實很多國人都是斯德哥爾摩 中和症候群患者 因為知道無力反抗所以不得不迎合加害者 對加害者慘媚 甚至助紂為虐 提問老師 輿論回到文革模式了 那社會其他領域會不會也有可能回到文革時代 比如經濟回到計劃體制 山洞階級鬥爭等等 山洞階級鬥爭等等其實早就發生 在網絡上早就發生 然後在有些地方比如說 山東啊一些地方也發生了現實中也發生了這個 不奇怪你可以看一下 什麼網絡上六大醜七小醜 的表演 跟文革差不多 回到計劃體制 我以前分析過 如果回到計劃體制現實上不可能 回不去 回到計劃體制回不去 習近平的模式是什麼習近平的模式是 壯大國有經濟 保留市場體制 他基本上是這樣用國有企業 來佔領市場 就可以了 他基本上還是這樣的模式 觀點目前國內輿論環境都不如文革文革時期還有大字報 保皇派造反派各種團體還可以印小報油印小報 小冊子 CGP現在是吸取了古今中外統治 數惡之大成 保皇派造反派全是紅衛兵 紅衛兵才可以油印小報 你不是紅衛兵你試試 情緒經常在微信群看到中國進口水果 和凍肉有新冠病毒的所謂新聞 回國的人都是帶病毒回國的簡圖 從來不說國內防疫不足沒人到的資訊 大部分牆內人都認為全世界中國防疫做得最好最有效率 看到這些信息內心心寒 觀點 習是真心相信 什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真心相信自己處於百年前美國成為世界霸主的那個十字路口 他覺得主要頂下去美國這次的對中國的打壓就會變成 中國制霸的關鍵人物名垂青史 情緒 2020年偶爾發現我的新浪微博賬號 經常異常的登陸去頂帖 微博兩部驗證形同虛設於是我就開始逐步撤銷 所有綁定新浪賬號的第三方賬號 力求在2021年註銷新浪 郵箱和微博 不給他們架秧子 另外知乎賬號已經註銷 理由漫山遍野的五毛粉紅評論 看著心裡反感 他們現在的動作已經超過了你的想像 他們在後台做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你沒辦法反抗 沒有辦法反抗 我們以前講以前我做網絡 在網絡公司的時候我們講 就是那些黑客 現在中國的這些網友像什麼就像黑客 他會控制很多的電腦 控制上百萬台電腦 用上百萬台電腦去攻擊一個賬號或者一個網站 我們叫DDoS攻擊 DDoS攻擊就是 黑客用他控制的電腦 去訪問一個網站 叫DDoS攻擊 那麼這些被他控制的電腦叫什麼叫肉機 就是有點像就是 肉機光機 其實現在 我們現在在國內新浪也好 新浪微博也好微信也好你的這些賬號其實就是 在他們平台來看就是一個個肉機 情況可氣的是原來我是那麼愛國 去年剛出國辦事原本打算就待一個月 沒想到剛出來就趕上疫情 然後緣分讓我偶爾聽到王Sir的節目 才知道我們的教育騙了我們幾十年 我感到非常失望 聽了您的節目我堅持想辦法留在國外 現在剛好聽王先生節目一年非常感謝王先生的大愛 讓我們明白了真相也讓我學到很多東西 謝謝 謝謝你的支持 情況一年前疫情爆發的時候恰逢春節時期 微博上對國家 對疫情的不作為群情激憤 春節過後山的山封的封我的微博 我的微博號當時也被封了原來有移民的意象 但是沒有實際行動 微博被封後反倒堅定了我移民的決心 雖說我的條件不是太好 但王老師也說過移民的人未必是條件特別好的 也是從疫情爆發開始關注王老師一年多的受益良多感謝王老師 願節目越辦越好 謝謝啊謝謝肯定 觀點不能聽王Sir一級半級就把那些洗腦的人弄清醒 每次出新聞都要對比著看 例如 對香港的報導 對比著左右的說法才能慢慢的讓洗腦的人喪失對大陸媒體的信任 思考大陸新聞的失真OK 觀點 批量同志的自理思維造就了為什麼14億人口的國家 但凡只要超過雙人以上的運動都搞不出一個 可以投斷國際賽事的隊伍 OK 觀點 歷史是有先例的 魚治水圍堵越堵越慘大雨治水 滾治水圍堵越滋越慘 大雨治水 疏導真正解決問題 情況在重點大學接觸到學生現在基本不問政治 道德 良知 全從利益計算去看事情 受教育程度前1%的人尚且如此 我感到很悲安 中共從六四開始其實就對大學開始下手 最早是軍訓 軍訓然後就各種 各種政治教育所謂的政治教育就是洗腦各種洗腦 所以你可以看現在中國的大學教育高等教育 裡面培養出來的人 他 不是不問政治 不敢碰政治 基本上是不碰政治 他知道那是禁區 基本上是這樣 情緒前兩天和爸爸視頻 他和我說家裡社區工作人員給他打電話 問我春天回不回國 得知我不回去 難掩喜悅張口就說太好了得知之後 我知道了後 無話可說苦笑也算不上 制度的惡外加人性的惡二者相扶 相扶持相互成長該開出 醜惡自私的惡之花 觀點台灣的網路論壇從2020年底開始明顯感受到有一批人 偽裝成不同的身份 來攻擊民主制度 台灣和美國政府 感覺就是挑起各種勢力的矛盾因為我每集都看王先生的節目 所以知道這就是五毛 但部分網友無法辨識 跟著起哄搞得很多論壇烏煙瘴氣 其實中共 中共其實這個輿論戰跟誰選 跟俄羅斯選 俄羅斯這方面比 比中共厲害得多而且非常的有效你在這次的美國大選 非常的清楚 其實這次的美國大選 俄羅斯 跟中共 他們相互配合 俄羅斯提供什麼 俄羅斯其實大部分的假消息都是俄羅斯製造出來 你可以看到 美國大選裡面的大部分的假消息 俄羅斯有一個 俄羅斯戰略情報局 俄羅斯的戰略情報局聯邦戰略情報局 他主導了這次美國大選的假消息 而且 美國大選的假消息不是大選期間 在大選之前在 民主黨共和黨開始 開始內部 選 這個 篩選候選人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了 從那個時候就已經所以基本上已經持續了半年以上 然後中共的五毛呢動員五毛呢是在這個基礎上 推波助瀾 然後強化 強化各種雙方的對立 和 故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很多 很多 很多仍然沉浸在這個 這個美國大選期間的這些人 他們受到的他們受到的這個蒙蔽 是來自俄羅斯 源頭是俄羅斯 情況前幾天剛剛開個公眾號第1篇文章就被封殺 從此死了在牆內平台寫文章的想法 相信很多國人和我有同樣的經歷 情況火神山的標誌與名稱 是依照陰陽五行火克金來 中醫藥裡面金屬肺 所以火神山的標誌 是用一圈火 掛八卦圍著肺 這個理論我聽到是覺得習近平對中國的玄學有莫名的情懷 現在他要把這種愚蠢的玄學思維 告訴中國社會 還不讓人多說義和團回來了 情況為了防止疫情傳播 廊房是不讓拼車了 違規罰款 舉報獎勵 北京通勤人員常用的微信拼車群也不得不改了名被怕被封 情況王老師你好我身邊有個朋友 疫情之前和我說一定要移民海外逃離中國 去年他自己開公司 做南美出口賺了一些錢 今天告訴我一定要愛國支持黨這樣才能夠讓我們賺更多的錢 黨沒了還怎麼做生意 我在想他真的不了解共產黨的作風 很難想像人的立場轉變得這麼快 OK 鳴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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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館裡 那句莫談國事再度上演 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獨善其身的人 感到自己被逼到牆角 錢力技窮 定會引來反抗 OK 謝謝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感謝大家的參與我們下個節目再見 再見之前 請大家點贊請新來的網友訂閱 請大家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 做更好的節目做更好的自己 謝謝大家 謝謝 再見 再見 謝謝 客人 客人 你 有 你 Pitts gloss